承熙 蒲银地下赌场 左边散客厅 右边贵宾厅 随便进 贵宾厅起码五千万起换 李翘呕了一声 晃进了右侧的贵宾厅 李翘去帐台 换了五千万的筹码 举目似望 而后就看似随意地 坐在了一张赌台前 嘴手丢了三百万的筹码 一圈下来 也不知是他运气好 还是其他人玩得太差 他率先拿到了黑杰克 第一局稳赢 美女 运气不错呀 叶斑斑 第二局再次开始 李翘手气好 依旧是赢家 当第三局开始的时候 李翘随手一挥 以守备 将所有的筹码 全部推到了台面上 All in 眼看着李翘下了 所有的筹码 何冠在发牌的时候 便暗暗操作了 赌台发牌的顺序 你就算把S和吞斗一走 我也能赢 美女 你在找事 不够明显吗 美女 玩就玩 但把嘴闭上 如果我不呢 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你哥的地盘 美女 找个地方聊聊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要是你哥过来 我还可以勉强和他聊一聊 另一边 外人止步的贵宾厅二层私人赌场 先前那名清纯的和官匆匆敲门 贺琛的保镖将门打开 谁追你上来的 勇哥 楼下有人砸场子 不但把我们赌台的机关给说出来了 还 还说要见琛哥 琛哥是谁都能见的 你来多久了 这么点小事也敢过来打扰 还不快滚 何冠还站在门口 恋恋不舍地望着赌台方向 阿勇 再看 就把他的眼睛挖出来 贺琛的话 让和官惊慌失措地低下头 匆匆说了句对不起陈哥 逃死地转身就跑 你他们下次过来 能不能戴个口罩 不能 与其让我戴口罩 不如好好管管你的手下 还他们挺好意思说 对着门口的方向 招了招手 保镖立马走了过来 陈哥 您吩咐 你去看看 欧夏到底怎么回事